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通往裙弹屯的一条小路 我们走进裙弹屯的时候 都是爬过或者蹚过很多的塌方的路面 小心翼翼才能穿过这些塌方的队段 以后进入到裙弹屯中 我们在现场看到非常多的大的石块巨石夹杂者泥水 和山上的松木木材竹子一起冲向村屯 村里面很多的房屋倒塌 据官方报道事件造成五人失踪 截至目前已经找到四人均有遇难 目前还有一人人在搜救中 接上无尽和消防救援人员在不断的进行搜索和搜救